哇 这吃吐了 哇 这么多啊 还能不能有 哇 还有啊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哇 太不可思议了 还有没有 哇 哇 如何循环的吐出乒乓球的 这个魔术需要用到两个球 将其中一个球藏在左手 将另外一个球放在嘴巴 这个时候呢 用左手的球 将嘴巴的球顶进去 然后放进口袋 其实没有放 那么这里有一个小手法 我们将它放进口袋的时候 将它夹在了虎口 这个时候吐出嘴巴的乒乓球 再把手里的球顶进去 用这个手法依次循环的弃作 感觉嘴巴就像不断的 吐出乒乓球一样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去试一下吗 教你把水果变消失 一根橡皮筋在上面的手指晃下跑下来 再晃下它就跑上来了 怎么做的 我来教你 首先准备一个橡皮筋套在中指跟食指 往上拉 大拇指按住 握一个拳头 将剩余的橡皮筋绕过四根手指 又为止将它夹住 就可以表演了 表演的时候放开大拇指 它就可以跳到第一层 好 把它放开小指跳跃上面这一层 你学会了吗 隔空打开平台怎么做到的 这个魔术有一个技巧 喜欢这个魔术呢 平时跟朋友吃饭机会给露一手 接下来话不多说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 交代手心手背没有任何的毛病 接下来仔细看 把手除热 这个时候放在平台的上方 瞬间它就可以打拆 效果非常的震撼 虽说用牙齿开的方便 但是给朋友露一手 那简直帅呆了 我把教学整理好了 放在左下角 看完我也可以轻松调绘 我们看一下一个小姑娘爬墙 竟然可以悬浮在空中 旁边的小妹看的是木登口呆 她是如何做到的 其实原理很简单 接下来我用这个瓶盖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我只需要打一个响指 将它抛出去 它就可以悬浮在空中 非常的酷炫 这个瓶盖用身边普通的瓶盖 就可以做到 而且它可以穿过我的手 没有任何的支撑物 非常的酷炫 手指还可以在上面绕来绕去 那么平时更会我们吃饭聚会的时候 露上这么一手 简直帅呆了 教学在下方 把手搓热 虽然说用牙齿很方便 但谁能在餐桌露这么一手 简直帅炸了 好的朋友们 隔空开瓶盖是如何做到的 其实有一个技巧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遍 交代双手没有任何的毛病 接下来把手搓热 放在瓶盖的上方仔细看 瞬间它就可以打开 效果非常的棒 这招非常适合朋友吃饭聚会的时候表演 我把相信教学和隔空开瓶盖的方法整理好了 就放在这里感兴趣的可以去学习哦